風行全球超過半世紀的漫畫角色 Snooby歡慶65歲生日 首都在台灣展開巡迴特展 最後一站來到台北 帶觀眾走進漫畫裡的經典場景 主辦單位還特別蒐集 台灣粉絲的收藏品 包括稀有的紀念碧 娃娃公仔 還有70年代發行的音響 吸引大小朋友前來 感受Snooby的魅力 因為我們要來這邊 是不是特別穿了Snooby的衣服嗎 那家裡有很多Snooby的東西是不是 有什麼 有Snooby的盤子 還有霜單 還有拼圖 還有被子 小時候下課在家 每次就打開電視 就看Snooby跟查理布朗 查理布朗 因為他是最早出現的 而且他是主角 看著螢幕擺出俏皮POSE 民眾強悍Snooby 查理布朗等主角 一起拍照打棒球 這是特展中最受歡迎的互動遊戲 拍攝完掃描VR Code 還能將四連拍帶回家留作紀念 我這邊特別推薦我們的那個 互動的一個體驗 就是我們棒球漫畫的四連拍 那他是採用四格漫畫的概念 我們觀眾朋友來的時候可以上去跟我們的Snooby 跟查理布朗一起做互動 台北廠除了介紹漫畫中的八大主角 更特別從上海請來Snooby的妹妹貝兒 以及他的四個兄弟現身展覽 帶觀眾一次認識Snooby家族 花生漫畫從1950年開始連載 被翻譯成21種語言 內容充滿幽默的人生哲力 至今仍在75個國家刊載 可愛魅力 歷久不衰 中央社記者蔡玉婷 簡玉琦 台北報導